大家好,今天介紹第一個面具是所謂的圍巾人面具 那這個圍巾人面具就是這樣位置就是像地圖現在剛剛所指導的這個地方 大概是在東邊的一個森林的區域裡面 來到這個地方看起來這個地方就像是一座古墓 所以在那邊有一個屍體 他在屍體的桌上有一個斧頭 這個地方是老舊古墓 所以在死人骨頭旁邊 他的骨頭頭骨上面有插著一根斧頭 圍巾短斧 所以他這個斧頭是可以拿來射的 一把稀有古老的短斧 那是在北歐 用皮革殘號 這把近身武器是在新漢諾威 的一個地區所發現 然後再往裡面走的話可以看到一個頭盔 那頭盔旁邊有一些死人骨頭 這個頭盔就是我們今天要找的圍巾頭盔 這個圍巾頭盔看起來還蠻屌的 看起來有點像是在戰爭時候用的頭盔 第二個介紹是所謂的在附近 就可以再往下 往右下走 就可以看到一個地方 那這是第一個介紹的是租面具 地方看起來就像是一個屠宅場 那在沙拉東西的那邊 他的前面有掛了一個珠面具 這是我們今天要找的 所以說這個是今天要找的珠面具 找到啦 看起來還蠻 還蠻好笑的 好這是今天的影片 希望大家喜歡 我們之後再會繼續介紹一些奇怪的東西 好我們下一個影片見啦 掰掰